多数的台湾人既会谈到死 而对于生死有着特定的禁忌和习俗 而华林县社区照顾关怀据点就特别邀请 堪称国内礼俗权威 素有礼俗女王称号的郭慧娟 开办灵性照顾与生命教育的研习课程 畅谈生死教育 身后事处置 以及引法生死课程内容规划等等 藉由讲座 学习好好与至亲好友道别 那么参加的学员纷纷表示 课程规划内容十分精彩 所在教育的普及化大众名字大开 对于以往大家忌讳必谈的生死 现在也能坦然面对 甚至侃侃而谈 堪称国内礼俗权威 由礼俗女王称号的郭慧娟 受光复伤设照据点之邀 特别前来与大家面对面谈生死 那可能大部分有 你刚才的书上是怎么 那是怎么用 就是它是怎么造吧 然后有的就会讲 就让他讲 讲的时候其实 有时候我也不会去反驳 然后我就说 刚才会海上 嗨走 手啊走 就是这样聊 那不是就全部都知道了吗 谁知道谁不知道 然后就大概知道 哪些长辈很活泼 哪些长辈就是经典 不仅畅谈生与死 这一堂一开放报名 就秒杀而满的灵性照顾 与生命教育研习 也针对了关怀据点 生命教育种子教室的培训 规划了包括 引法生死课程内容规划 实务技巧运用 课程带领技巧 自书遗嘱 预例 医疗决定书等等 让参加的学员 收获良多表示 课程内容十分精彩 不需此行 华人就是很需要 那个情感的引导 可是只有那个东西 才会让悲伤 他能够 真的快速的 做一个释放跟安心 那所以我当下就跟他讲 我说你去整理你自己 他一定会觉得奇怪 老师为什么还要我整理 我说因为你只有整理 再跟他讲 你才会到位 而且整理就是什么 你在最后 再跟他生命做交流 李淑女王国慧娟 接受光复社照关怀据点之邀 开办围棋两天的 零星照顾与生命教育 研习学年课程 50个名额爆满 从初阶课程到进阶 都一同休闭 每个人都成为了 社区生命教育推广 种子教师 而对于生死者 再自然也不过的事情 也有不同的学习与体悟 记者是玉兰光复采访报道